明朝民间故事 商人夜晚返家 见妻子和弟弟在喝茶 商人 你们活不过今晚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年间 在安县有一个叫洪林宫的男子 由于他小时候家境贫寒 很早就来县城打拼了 如今已经年近四十 还是孤身一人 不仅他自己急 就连他的家人都为他着急 可是婚姻大事并非儿戏 又不是今天想成亲 明天就能娶媳妇 终身大事就这样被耽搁了下来 还好他早早的就来县城打拼 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 就算暂时没有娶妻 但是比起那些没钱的人 他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他对男女知识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觉得一个人生活也不错 现在的洪林宫 每天早上醒来 等下人端来早饭让他吃完 他就匆匆去店铺了 再去店铺的路上 总是有一些街坊邻居和他打招呼 那是因为洪林宫做生意挣钱之后 经常在自己家的店铺门口试周 接济那些吃不上饭的人 给了他们温暖 他被这一代的人称为洪大善人 那些做生意的人 见了他都很尊敬地称他为洪园外 这一天 已是路冬的时节 洪园外驾着马车从外地回来 在前面的那个马夫 也是洪园外几年前在郊外救助的一个孩子 对洪园外可以说是忠心耿耿 他看着洪园外一脸疲惫的样子 就像马车的速度降了一点下来 不然的话 怕他睡得不安稳 马夫回头望了一眼 自己的救命恩人之后 就回头继续看路了 就在他要从一个小巷子拐弯的时候 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乞丐 从巷子口冲了出来 马儿吓得惊叫起来 止住了脚步 将整个身子往后一仰 要不是马夫身手敏捷 将绳子给拉住 恐怕他就要摔个四脚朝天了 在马车里正睡得欢的洪园公 也被惊醒 他掀开马车里的帘子 看了一眼窗外 也看见了那个乞丐 这个乞丐好像在被人追赶 他往后看了一下 然后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一样 一股脑儿钻到了马车上 蜷缩在洪林宫的脚边 乞丐刚端上来 果然有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从小巷子里追了出来 他们看到马车停在巷子口 就提高了嗓门 凶巴巴的问道 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从这里经过 马夫想 乞丐倒是有一个 但就是不知道是男是女 他们说的应该就是那个乞丐吧 他见马车里的主人没有作声 又想到自己当初陷入险境的时候也是被主人所救 主人应该不会怪他的 便自作主张地说道 看见了 往那个地方逃走了 我说呢 跑这么快 吓死我了 你抓到了可得帮我好好说说他 那群凶神恶煞的男人听了之后 就顺着马夫所指的方向追去了 他往后掀开帘子 问道 老爷 您不会怪我吧 红林宫看着瑟瑟发抖的乞丐女子 说道 先回府吧 看看这人什么情况 好像吓坏了 一会儿之后 随着马夫的一声嘘 就在红府的门口停了下来 两人赶紧将女子扶到屋子里 让丫鬟给女子洗个澡 换了一身衣服 在场的所有人看着这个女子 都惊呆了 这是一个非常貌美的女子 眉宇间还透露着英气 一双眼睛炯炯有神 皮肤嫩的能掐出水来 她看见大家都一直盯着自己看 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肚子咕噜咕噜的在那边直叫 红林宫这才知道自己失礼了 赶紧让人准备了一桌的菜 和这名女子共进晚餐 在吃饭的时候 这名女子说她叫林幸儿 今年才十九岁 她的父亲在赌方输了钱 就将她押给赌方了 赌方的人又将她卖到了烟花之地 前天是她第一天接客 她趁着客人喝醉了 将早就准备好的绳子 从楼上放下来逃走了 可是她没跑多远 就被老妈子养在院子里的那些人给发现了 就一直跑 双方就像捉迷藏一样 你来我往 刚刚要不是遇见这位官人 他恐怕又要被抓回去接客了 红林宫看着眼前的幸儿 产生了侧隐之心也被幸儿的美貌所倾倒 就对幸儿说在府上多住几日 养好了伤再回去 幸儿一听就哭得更急了 哽咽着声音说道 官人说笑了 幸儿早就被至亲之人买到了烟花之地 我娘又死得早 哪儿还有容身之所 看来真的只能回板花楼了 官人要是还念着幸儿 可以来喝喝酒 说着就开始哭得离花待遇 眼泪滴到了饭碗里 那碗饭都快要变成一碗泡饭了 红林宫自知说错了话 他一把年纪 前半生都在做生意 却不知道如何哄女孩子 就是好和幸儿保证 他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不要有心理负担 幸儿这才睁开眼睛 开始吃眼前那碗加了他眼泪的饭 幸儿在红府的日子 红林宫并不反感 有时候反而在窗前 偷偷地看看幸儿 府里所有人都看出自家老爷喜欢幸儿 就是不敢表白 要不一个陌生女子在自己家里住那么久 谁受得了 一天中午 幸儿正在院子里赏花 他正想着自己若是能在红府当个丫鬟也行 就去找红园外商量了 他刚起身 就看到一个男子从走廊里走了出来 看到幸儿之后 握住了幸儿的手 然后说道 幸儿被这个浪荡子吓了一跳 赶紧将自己的手抽回来 害怕地说道 你是谁 我不认识你 那男子见幸儿闪躲 赶紧往前凑 想要将幸儿拿下 红林宫忽然出现 将那名男子给推开 气急败坏地说道 闹什么呢 成何体统 原来这男子正是红林宫的弟弟红张寿 他整日无所事事 就靠哥哥养着 本性不坏 却只会有嘴滑舌 和哥哥不同的是 红张寿早已成家 儿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 哥哥却还没有成亲 今日听马夫小张说 府里住了个哥哥心仪的女子 哥哥却不知如何表白 想来住哥哥一臂之力 却被吃醋的哥哥所拦 弟弟看着哥哥生气的样子 定是动了真情 母亲若是知道了 肯定会很开心 红张寿见哥哥有点生气了 便对着幸儿说道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在下红张寿 我就喂来哥哥府里 竟不知道府里多了个嫂子 真是罪过呀 两人一听 都不由得脸红起来 这一层窗户纸 终于被这个渣杂乎乎的弟弟捅破了 其实幸儿也对红灵公有意 只是他虽然在接客的当日就逃走了 没有失真 可从烟花之地出来 已是不争的事实 这样的女子 怎么配得上红园外这个大善人 所以才想要在府里当一个丫鬟的 红灵公并不介意幸儿的出身 可若真要娶幸儿的话 身份的确是一个大问题 大家会用一样的眼光看待幸儿 而不是他 他不想幸儿伤心 既然窗户纸捅破了 弟弟也知道了幸儿的出身 他一拍脑袋 对着大哥说道 哥 你真是鱼木脑袋 你随便找个关系很好的生意伙伴 然后让幸儿认他做干爹 把他从对方家里接出来不就好了 红灵公一听言之有理 他怎么没有想到 还是弟弟脑子豪实 可弟弟转头又对哥哥继续说道 哥 你还要花钱给幸儿出身 不然的话到时候被那个老妈子认出来 岂不是害了幸儿 要去 就要光明正大的去 红灵公看了一眼弟弟 平时花那么多钱养个还是有点用的 弟弟看哥哥心动了 便对哥哥说道 哥 这事我替你去办 正当红灵公疑惑地看着弟弟的时候 弟弟露出了邪魅一笑 狡猾地说道 最近娘子看得紧好久没去烟花之地逛逛了 借你这个由头我终于可以去爽一把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 红灵公就知道弟弟没有这么好心 罢了 他说的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便从腰间掏出了一把银票 让他独自去办事了 弟弟办事也还算利索 没多久 红灵公就八台大轿迎娶幸儿过门了 这下最开心的要属红灵公的母亲 成亲当日坐在高堂上笑得何不拢嘴 总算在有生之年 能看着两个儿子都成婚 婚后一个月 红灵公在吃饭的时候就收到一封信 是他的合作伙伴发的 说他这次在染布方染的这一批布料 有很大的瑕疵 恐怕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火 请他去染布方共同商量一下 红灵公想自己这么多年做生意 最注重的就是自己的信誉 他要去染布方看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连饭都还没有吃好 就急匆匆地坐着马车出门了 由于他的心理十分着急 就对马夫小张说 超进道走最窄最快的那一条路 马夫挥动着手中的鞭子 为难地说道 爷还是别了吧 听同行的人说 最近那条道路山贼多 要是万一遇上山贼就得补偿师了 红灵公现在心急如焚 他哪里听得进去这些 他是一个商人 就喜欢冒险 说道 就按我说的做 富贵险中求 小张没法 只好将马儿的头一转 就往那条狭窄的小路上走了 他们走了好一段距离 小张都庆幸自己没事 终于快要走完这条小路了 小张的心情慢慢地放松下来 这是马车的轮子 不知道碰到了什么 整辆马车连人带车飞到了空中 马车一下子就翻了 红灵公和小张两个大活人 则是被马车抛在空中 然后就一个进而的往下掉 两人以为自己肯定要死了 哪知道他们两个掉下来的时候 掉到了一块软绵绵的垫子上 红灵公率先从那块软绵绵的垫子上爬起来 将身旁的小张也给拉了起来 这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 下面这块软垫子到底是什么 他一抬头 就看到一个巨大的蛇头 正睁着眼睛 在看向自己 还吐着自己的蛇信子 发出了嘶嘶的声音 红灵公和小张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两人手牵着手 相互威依在一起 慢慢地移动着自己的脚步 想要从蟒蛇的身边离开 他们从蟒蛇的身体一踏出去 刚刚被他们撞击的地方 就喷出了血来 蟒蛇痛苦地晕了过去 红灵公这才知道 自己和马夫掉到蟒蛇的身体上 将蟒蛇的身体给砸出了血来 而且他们撞击的地方 那块腹部还有隆起的部分 这蟒蛇一看就知道怀孕了 红灵公自知伤害了一条蟒蛇 他觉得很内疚 他一直是个大善人 却为了早日感到阮不方 伤害了一条蛇 他要弥补这个过错 红灵公小的时候 母亲曾经做过产婆 以前经常和他说 如何如何给人接生 他年纪小 记忆力又好 当时讲的东西 他看到蟒蛇难产 记忆一下子又从他的脑海里涌出来了 于是红灵公蹲下来 看了一下蟒蛇隆起的腹部 让马夫小张过来 给他按住隆起那块地方旁边的身体 他自己则顺着蟒蛇的腹部 在那块隆起的地方 使劲地打圈圈揉搓 揉了好一会儿 这块地方终于小了一点 没有刚刚那么大了 也有一些积在身体里的黑色血水 从蟒蛇生蛋的那个洞口流出来了 这个时候 蟒蛇好像舒服一点了 他看见蹲在他身边的两个人 又将自己的身体给竖起来了 小张吓得赶紧将自己的手给缩回来 他怕蟒蛇一下子对他发动攻击 他就完了 而红灵公却表情严肃地盯着蟒蛇隆起的腹部 一刻都不敢将自己的视线给离开 额头冒出了痘大的汗珠 小张原以为蟒蛇会要过来 没想到这蛇看见主子在那边帮他接生 只是直勾勾地看着 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 他这才放下心来 用袖子帮主子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一会儿之后 在红灵公的努力下 蟒蛇的蛇蛋一个接一个地往外貌 只听了咚咚咚的几声响 蛇蛋就从蟒蛇的腹部全部下来了 主仆二人在那里开心地合不拢嘴 可是他们两个看看天空 已经有点黑了 在安顿好蟒蛇之后 就赶紧去附近找马车了 他们两个人费了很大的力气 仍然没有将马车从地上给翻过来 红灵公只好站在一旁挨声叹气 就在两人束手无策的时候 这马车竟然自己立起来了 被压在马车下面的马儿 也马上将身体给站立起来 可这马儿却忽然在那里跳脚 好像受到了很大的惊吓 红灵公跑到马儿的那一边一看 原来将马车顶起来的是那条 他刚刚接生过的蟒蛇 他感激地对蟒蛇点点头 然后就坐到马车上 重新出发了 他们两个终于在天黑之前 来到了隔壁县城的阮部坊 然后进到阮部坊里进行拜访 那阮部坊的工人看到红灵公之后 本来干活的那些工人在吃晚饭 可是他们两个一出现 工头就让工人全都站起来 然后走到红灵公的身边 向大家做起介绍 各位 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人 这就是我口中每天心心念念的红大善人 若不是他 恐怕我们大家都要没饭吃了 更谈不上养家糊口 工头说完又转头对着红灵公说道 红掌柜 你放心 我一定在说好的时间内 将你们在这儿订的部给做好 红灵公疑惑地问道 这批部没有问题吗 当真 能有什么问题 除非是掌柜的您不想让我们做了 不然我们都是要养家糊口的 就是干到天亮 都要将你们的货给交出来 工头坚定地说道 红灵公让小张将信拿过来 递给工头 然后问道 这真不是你们染不方给我写的吗 工头接过信纸一看 在那里大骂 您就是为这事而来的吗 天地良心 真不是我们寄出去的 哪个挨千刀的 让我知道了 非叫这群弟兄给他活寡了不成 不过工头看了看这信纸 的确是从他们染不方拿的 真是奇怪 什么人喜欢恶作剧 糟了 可能我们上当了 小张我们快回去 不要坐马车了 将马给单独解开 我骑马回去 随后他就对着染不方的工头行李告辞 骑马走了 随后他还向染不方借了一匹马给小张 让他随后跟上 在漆黑的山林里 红林公一只手拉着马绳 一只手拿着火把 飞快地奔驰在回家的路上 他一回家 就问管家 今天府里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管家看着气喘吁吁的老爷 就说二老爷今天来了 在他自己的房间歇着 其他没有什么奇怪的 红林公赶紧将家里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 然后冲到弟弟的房间 只见弟弟和妻子三更半夜还在喝茶 此时弟弟却在用手中的刀不停地戳大腿上的肉 这样才能时刻保持清醒 而妻子则躺在弟弟的床上 他看到有人过来也不知道 只是迷迷糊糊地脱着自己的衣服 然后说道 相公 快来 我们今夜一定要做一对鸳鸯 在场的人听了之后 都将头低下 不敢直视 只有红林公气的发抖 他说道 再这样下去 你们活不过今晚 快 去请大夫 等大夫来了之后 连忙让人去打两盆冷水来 然后对着两个人的头焦了下去 两个人被冷水一惊 就再没有了动静 晕过去了 接着开了点药就走了 大夫说他们两个吃的是男女情势之药 还好发现得及时 要不然怕是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天早上醒来 红林公一大早就让下人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 他让弟弟和妻子坐下将饭吃完了之后 就对他们说 你们走吧 昨天晚上做出了这种事情 我实在是接受不了 弟弟站起来 对着哥哥说道 哥 你是不是糊涂 我们两个是被人吓要了 又不是故意的 在说当时的情况下 我已经努力克制住自己 时刻保持清醒了 我的大腿现在还疼呢 兴儿在一旁也不说话 好不容易嫁进来 现在又要被赶出去了 虽然他没有错 可谁叫他是个女人呢 红林公把红府的大门开得很大 将两个人给送了出去 就连之前弟弟留在家里的那些生活用品 和衣服什么的 也被一股脑二的扔出了府 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看着弟弟和兴儿站在门口 纷纷在那里指指点点 说这两个人肯定做了苟且之事 才会被自己的哥哥赶出来 一时间 红府的门口围满了人 看着红林公这个大善人 接下来会有什么动作 却意外地看到弟弟红张受气不过 对着红林公的脑门就是一拳 接着兄弟两人就扭打在一起 一时打得难舍难分 旁边看热闹的一些好事之徒 竟然直接做起了装 对着人群喊道 压大压小快 急不可施施不再来 买定离手 有的下一文钱 有的下十文钱 有的将早饭钱都给压上了 就在现场一片混乱的时候 一个老妇人冲了出来 将两兄弟分开 还给了两兄弟一人一巴掌 两人一看 是母亲 母亲生气地说道 我在家听说你们在大街上打起来了 要不是亲眼看见 我真是打死都不相信 接着他又瞥了一眼林幸尔 气愤地说道 真是红颜祸水 说得一点没错 红林公独自进府 并下人将门砰的一声给关上了 弟弟红张寿 则拖着受伤的腿一瘸一拐地往家的方向去了 婆婆看了一眼幸尔 摇了摇头 说道 哎 你跟我来吧 暂时跟我住一起 和我说说怎么回事 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刚刚还扎堆看热闹的人群 早就散了 先前那个喊人压住的小哥 拿了钱之后早就趁乱跑了 只留下受骗的人在那里骂骂咧咧 一个月过后 终于到了红林公的绸缎庄交货的日子 哪只公头竟然带着一大批人 从隔壁县赶到安县 他们来到红林公的店铺 气愤地说道 红掌柜 我们弟兄真是看错你了 错信了你 我们要交付的布皮 有一种染料是托你找的 就在前几天布皮晾干的时候 颜色变了 你给我们的那种染料草是假的 红林公并不知情 但这群工人可不这么认为 他们辛辛苦苦几个月 就是为了挣钱 如今染料有假 他们怕是连一个子儿都拿不到 一家老小嗷嗷待补 他们一急 就找上门了 红林公看待昔日的份上 所有的损失他自己承担 将所有的工钱都付了 之后还要赔偿买家的钱 这一来一回 他的店铺都开不下去 只能关门 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麻绳专挑戏除断 他不仅家庭不顺 如今连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趁着手头还有点小钱 他将府里的下人都喊到自己的跟前 依然发了一点遣散费 让他们尽快离开 深夜在大家都熟睡的时候 静悄悄的红府忽然出现了一个黑衣男子 他准备翻墙从红府逃走 就在他爬上墙头的那一刻 周围忽然出现了好多的人 这些人全都拿着火把 然后将这个黑衣男子给团团包围 他见状立马准备往墙外跳了 可惜墙外也都是火把和人群 他一跳的话就直接被火捉 只好又从墙头撤下来 红家两兄弟借着火把的光 走到那人的前面 然后说道 赵管家 你大晚上要去找谁 把头上的黑色面罩给摘了吧 我知道是你 黑衣男子将头上的面罩给拿开 果然是赵管家 那群拿火把的人 就是冉步方的工头和工人 他们将赵管家的身体控制住 还将他背后的包袱给拿下来 这包袱里都是红府的金银珠宝 要是拿去当掉的话 能得好大一笔钱 红灵公气愤地说道 到底是谁指使你的 你若不说 马上拉你去建官 你若说了 对方或许还能和你分担一下罪过 你也不至于把责任全揽了吧 赵管家一听就被吓住了 他只好支支吾吾地说道 就是 就是 你让馨儿姑娘 变做干爹的那个李源外 就连我也是他多年前 安插在你府上的眼线 红灵公听了差点没晕过去 他一直将李源外当作 自己生意场上的一个知己 却不知道李源外竟然这样对自己 此时的他需要冷静一下 原来这李源外 和红灵公一样都是白手起家的 年龄比红灵公大的十岁左右 只是他做生意比红灵公要久 如今的生意却没有红灵公好 所以就起了极度之心 派照管家到红家做他的眼线 时刻将红家的情况报告给他 以便他将红家搞垮 在这个镇上就没有人是他的对手了 终于被他等来了机会 红灵公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大哥 江兴儿的事情和他一说 要让兴儿认他做干爹 他一口答应 知道机会来了 李源外知道红灵公在隔壁县定了一批布 因为他也有生意在那个染布方 于是就提前去染布方看看自己的货 趁机偷了几张染布方的信纸 回到家让人代笔 写了一封假信给红灵公 引他去染布方 等红灵公去染布方之后 他就命赵管家在红府给弟弟红张寿和他的妻子下药 这样落服用过多 不仅会导致男女双方 淒厉糊涂做出不洁之事 还会让人身体变差 严重的连路都可能走不了 可能是红灵公做了很多善事 就在他手足无措的时候 染布方的宫头和他说前几天李源外来过 还和他一起进了后面聊天的小房间 那些信纸就放在小房间里 除了他之外 这几天没有人来过 红灵公原本只是怀疑李源外 可是他没有证据 于是就快马加鞭回到家 他一进门就看到赵管家紧张的样子 就知道他家可能有内鬼 冷静之下 就决定先解决弟弟和妻子的事情再说 黄天不负苦心人 弟弟和妻子总算是没有出事 这还多亏了弟弟 平时是个爱去烟花之地的人 他曾经看很多年纪大的老头子 会在春风楼或者百花楼服用这类的药 早有耳闻 没想到自己也会中招 就只能让自己受伤 来使自己保持清醒 两人被救下后 当晚三人就坐在一起商量了对策 准备做一场戏给这个内鬼看看 不仅将亲人赶出府 还生意失败 果然引出了赵管家 赵管家看自己已经逃不了 可也已经招供了 便问道 你们会放了我吧 红灵公此时生气地说道 这要看你的配合了 不过我还是会将你交给官府处置的 因为我不是朝廷的人 这里不是公堂 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你到了公堂上和支县老爷说吧 赵管家原先是山里的一个土匪 因为山寨的人被官府所抓 他才逃出来的 到了李府做管家 因为身手不错 才被里原外派来当眼线 他的身上可是背负着命案 落到了县衙 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他决定无论如何今天都要从这群人手中逃脱 便拿起手中的小刀 扑向旁边最弱势的杏儿 杏儿吓得往后退了几步 就看到赵管家倒在了地上 此时大家才看见 赵管家拿刀的那只手上 缠着一条大蟒蛇 若不是蟒蛇 恐怕杏儿已经小命不保了 赵管家被那些工人抓住 送到了县衙 随后李原外也被抓了 赵管家手上有人命 判了秋后问战 李原外须一谋害他人 被判罚银三千两 入狱三年 红林公那颗悬着的心总算放下来了 从公堂出来之后 他厌情染不方的弟兄们 到本县最好的醉仙楼去搓了一顿 其实这些兄弟都是配合着红林公演戏 那批布料早就已经做好 被送到了买家的手上 一切皆大欢喜 红林公觉得就是自己做了善事 才能意识解决 那条蟒蛇来帮他就是最好的证明 从此 他做的善事就更多了 无论是县里还是镇上 家家户户都流传着他的美名 他和杏儿生了一男一女 凑成了一个好字 一直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